好 我們持續來關注政壇焦點 2024副總統電視辯論會在昨天結束之後 TVBS民調中心也在晚間就公布了封關民調 結果顯示在辯論之後 民進黨賴蕭配的支持度是33% 國民黨侯康配30% 民眾黨的柯英配是22% 同時民調也指出了有66%的選民 他們表示說一定會去投票 有17%的選民可能會去投票 共計83%的選民會去投票 所以換算下來預估2024大選 實際的投票率是74% 不過選戰真的也進入了最後的倒數階段 聯合報的最新總統選情調查發現 賴蕭配跟柯英配的支持率是穩定的 但是侯康配的支持率 較兩週前下滑了4個百分點 民調封關前再次呈現的賴蕭是領先 那麼侯康次之柯英配第三的一個局面 賴蕭配目前是以3成2的支持度 超前侯康配的2成7 雙方的差距再度拉開到了5個百分點 柯英配的支持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仍然是2成1 那麼另一方面官望選民是有兩週前的1成7 現在是增加到了2成 另外聯合報還有一份民調發現呢 有4成5的選民 他們是很期盼可以政黨輪替的 那3成5是不希望民進黨被下架 比率都和兩週前的調查是相當的 而新有所屬的選民當中 有氣保想法的比率是由兩週前的1成4 下降到了1成 氣保效應看起來是漸漸的在減弱了 那如果發生氣保的話 藍白之間的氣保可能會影響 4%的選票流動 在副總統辯論會上面 趙少康、蕭美琴還有吳欣 繼政見會之後是再次交鋒 吳欣在交互結問 她提到了數位政府 如何來保障外國的同仁投票權 但是趙少康、蕭美琴他們是聚焦於AI議題 趙少康就批評了經濟部 10年計劃只有投入100億美金 是遠遠不及大陸 那要怎麼跟人家拼呢 痛批的民進黨政府太保守落伍 對此時事評論員謝耀州 他就形容三個人的表現 他說一位是壞掉的AI 一位是正常的AI 一位是超越了AI 網友也直呼水準大不相同 又有人說了 吳欣是煤電的AI 趙先生完勝兩位女士